曹操的意思就是问大家 你看我恢复肉刑怎么样啊 前台词就是 我要有权威 我要做当年皇帝做过的事情 这个时候 第一个出来反对的 正是陈群 陈群说 曹老板 这事不能这么做 那曹操就不高兴 我恢复肉刑有什么不好吗 打屁股是能直接把人打死的 陈群就说了 老板你误会了 不是那样了 当年文帝时候传下来 打屁股是能把人打死的 可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定个制度 第一 打屁股的人不能换手 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的 以前打屁股 是可以换人的 那些执法者 打一百下累了 哎呀 手算了 小王你上 好小王一来 好血气方刚的 而且呢 刚刚在那养精蓄锐 早就想打你屁股 第二个一百下 又是重新来 等他打累了 小李又来了 得 全是用最狠的力气来打你 你说这人能扛得住吗 陈群的意思就是说 咱不换人 就是有老王从头打到尾 头一百下打狠了 后两百下 他基本没力气了 基本就是软啪啪的 这人呢 还能活得下来 这忠尧在旁边听说 对对对 陈群说得对 咱就怎么办吧 别恢复肉性 正是因为有了陈群 和忠尧的强烈反对 所以在曹操的手上 没有恢复肉性 几下来 到底快乐 到底就不需要抢人员